今天是来到东莞的第二天 刚刚睡醒 然后我们准备出去吃午饭了 昨天直播的时候 很多兄弟们说这边烧鹅很出名 我们出去找一下 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们尝一下 找不到就随便吃点啥 早起 先凭着感觉走吧 凭着感觉走 然后有小店我们就问一下 哪里有烧鹅吗 这样看也不知道 找一个热闹地方 买吃的多的地方 可能有 找个人问一下吧 有小店的地方问一下 你这样穿着不热吗 穿一个外套 不热 这么大的太阳 广东这边可能冬天也就穿两件 看到一家烧鹅 进去看看 进去看一下 有烧鹅饭有吗 有 我们来两份烧鹅饭 这个叫啥 这个是茶烧 茶烧 我们就全部要烧鹅吧 全部要烧鹅 要先点 这些 早还烧鹅 就吃烧鹅吧 两份烧鹅饭 多少钱 不是啊 那还是挺便宜的 25啊 今天50块钱就解决了啊 今天 有 就是早起的饭 然后中午的饭 一起吃 对一起吃 原本以为 原本说是出来吃大餐 结果50块钱就搞定了 哈哈哈 因为杨哥 人家就是想吃一下 有名的 广东这边的烧鹅嘛 对尝试一下吧 因为直播间的人在说嘛 嗯 那等到来了 我们再拍一下嘛 好吗 好 烧鹅到了啊 准备开始了 梦想也准备拍视频 梦想拍视频 你看 他找的视角是在那个位置 拍过来 哈哈哈 挺有想法的啊 看得到吗 好啊 看得到我们吗 因为很看 嗯 嗯 嗯 放在这里啊 梦想拍视频 还是用了新的啊 挺有想法的 很清晰 哎 挺好挺好 你看 给你们看一下 特别谢谢啊 开吃吧 嗯 讲一下味道怎么样 很香 很香啊 但是有点肥 你看 哈哈哈 太肥了 就像猪肉一样 接着这个鹅 鹅饭啊 嗯 它跟鸭子 好鸭是差不多 对 差不多 只是这个是鹅 那个是鸭 嗯 味道都差不多 好吃吃了不够我们再加 好吧 还够了 晚上 我吃的很少的 反正这个烧鹅 我们说来尝尝了 晚上我们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 我们去吃 本来说请你吃好一点 结果50块钱就搞定了 哈哈哈哈 够了够了 我很具够的 嗯 好 我也给大家表演试一下 好 它这个 应该就是烤的 外面皮是脆的 而且特别肥 我们那边的卤 它是卤的 就相当于煮出来的卤料 所以说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是有一点辣椒就好 就这样 没有辣椒吃着感觉总是少了一点 还行 总体来说还行 就是肉少了一点 就几块 那我们就先吃了啊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你 自己吃 不客气不客气 反正不够这个没事的 不够我们再加就行了 好吧 好 那好吗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吧 拜拜